眼前這位廚師眼睛蒙著黑布 拿著小刀在白蘿蔔上進行雕刻 熟練的技術讓全場同學看直了眼 這裡是淡水商工的餐飲大樓 今天下午勞工局為了要宣傳 即將在8月登場的新北市果雕技能競賽 也特地來到淡水商工進行學術交流 並且希望能夠推廣果雕藝術 台灣開放大陸觀光客以來 所有的餐飲業都是蓬勃發展 那這幾年餐飲業蓬勃發展 我們是覺得在餐飲文化裡面 可以做一些提升 所以我們就推動這個果雕 希望融入在我們的餐飲業裡面 那當然因為它是一個剛剛推動的 需要很多的師傅來參與這個行業 那我們就找了 我們新北市境內的七個學校 希望能夠跟這些學校來結合 從他們在高職的時候 就能夠學得這樣的一個技巧 活動中除了請到去年亞軍 林祈祥來表演芒雕的技術之外 更邀請到了台北喜來登 食材藝術造型中心的主任 讓學生們親眼見證一下 大師精湛的手藝 那台灣就是說它的蔬果 幾乎沒有什麼季節的分別 就是像一些產量比較少的 柚子平常是看不到 那幾乎所有的水果 它都是沒有季節性的限制 那果雕在一個餐飲上是有加分的作用 就是說我們在吃的時候 就是可以營造用餐的氣氛 跟添加菜色的美感跟價值感 而去年新北果雕技能競賽的亞軍林祈祥也表示 去年得獎之後不但讓他得到了就業機會 更是有多所高職聘任他去擔任老師 因為台灣的果雕才剛起步 未來有著寬廣的市場 而一席化也讓淡水相供的同學們躍躍欲試 自己的經驗跟技術上的提升 要更可以配合 更可以配合餐廳跟飯店的需求 對 餐飲業的需求這樣 之前一年級進來的時候 看到學長在練習比賽 然後看他兩三分鐘用白蘿蔔刻出一朵花 就覺得很驚喜 然後就跟學長學 就對這個產生興趣 而辣公局也表示 希望透過這樣的學術交流 可以激發同學們的興趣 更能夠開闊他們的眼界 在八月比賽之前 辣公局也會持續到新北市內多索高職 來進行交流 希望可以炒熱比賽的氣氛 記得陳柏惟淡水採訪報導